hello,聊四季,田野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維京人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了維京 維京最大的特色是步兵單位的血量特別多 而且擁有免費的輪軸技術跟手推車 所以造就了維京人 在這個遊戲裡面經濟算是最好的文明 但是他的缺點也是很多 沒有火炮也沒有火槍 而且沒有拇指環 但是他的金冠科技 可以讓強奴多加一攻 所以到了後期 強奴會變成十一攻 維京人的後期主要都是打工程器 大衝車、強奴 或者是劍兵勇士、維京狂戰士 之類的單位為主 他的騎兵部分的話稍微爛了一點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他的騎士馬爆還是可以用的 但是打到帝王後期 如果對方有游小情況下 這個馬是盡量不要除 出落馬就好了 就不要出到重裝騎士 會比較好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選擇了達達人 達達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吃這些 以三養的時候可以吃得更久一點 這邊想要幹 看大象 來看一下 達達人還有這個高打低的額外增傷 效果非常明顯 大家簡單記就好 就是增加50%傷害 就反正高打低就已經很高了吧 那再加個大概全部加起來是加50% 基本上把它想成是0.5倍的傷害就好 所以達達人的馬攻也是非常強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高打低的傷害 那後期呢 他會免費贈送這個拇指環 應該是城堡之代 城堡之代 免費送拇指環一個安協的戰術 當他馬攻成行時間 再變得更早一點點 剛剛想說這什麼東西 原來是領養 剛剛領養有點細細的 好 那達達人後期呢 還有這個鐵木爾功成術 鐵木爾功成術呢 可以讓巨型投石機加2 加2攻擊射程 而且可以啟用火焰駱駝 那火焰駝駝呢 打馬國來說是相當好用的一個單位 所以玩達達人呢 勝率是不低的 大概有很多戰術都可以打 那後期呢 也可以打這個草原騎兵試試看 有這個施護甲 可以讓草原騎兵更坦一點點 還有這個馬攻 那我覺得 達達人喔 玩起來算是 只有步兵單位真的比較弱 其他東西都是蠻穩定的 接下來來加速一下下 先稍微講解一下地圖的部分 地圖部分 紅色是右邊黃金 下方是果子 這個圖還不錯 正面的話也是蠻好玩的 上面這樣子圍一下 就圍掉一個正面了 所以待會兒他的重型 就只需要防守正面這個地方 這邊需要防守一下而已 但如果要大圍的話 也是不太好 因為大圍的話 後面都是開闊地形 但應該是還好 因為對面是圍巾人 馬爆的話 比較不太會出現 可能會打個步兵 或攻兵系為主 如果對方真的馬爆的話 達達這邊的話 可以應對方式出 這個馬攻系 這邊決定小圍不大圍了 正面直接敞開 下面小圍 這邊一個小圍 圍巾人的地圖 看起來是更慘一點點 金礦跟果子都在正前方 這邊要稍微圍一下 這邊可能要圍到底 因為不圍到底的話 金礦會被燒了 不然就是要這樣子圍 再圍過來 這樣圍的話也是消耗非常多的資源 這邊也是稍微圍一下 圍巾人這邊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棒棒開局的話 可以考慮去補一下裝甲步兵 好 這邊是打算要把所有的路吃完嗎 趕了兩條路 好 3棒棒 那應該是會生裝甲步兵 而且這是兩人挖金 這個配置沒有問題 好 裝甲步兵開局 達達人這邊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裝甲步兵前期少了蠻煩的 這邊先補一個射箭場 要先來出毛兵跟弓兵 好 圍巾這邊裝甲步兵還沒有好 這邊又要考慮為死嗎 好 裝甲步兵走過來 沒有輸出 在旁邊繞了一下 達達這邊是26匹 想要直層喔 26匹挖金 準備打一個直層戰術 直接上城堡賽 裝甲步兵到這時候還沒有開始輸出 如果是我就想要先尻個房子之類的 先開尻再說 這裡補下4機兵工廠 再加兩個村民 就可以升到城堡賽 西托打一個直層 這一場的分數我覺得相差蠻懸殊的 西托是大概2500分的玩家 維基人這邊是1800分的玩家 這邊分數差距蠻大 他們卻有排到 但是他們這邊打得還不錯 維基這邊劍塔 加上城堡步兵一個潛壓 這是以前很夯的戰術喔 裝甲塔 後面轉塔弓 這邊要用村民直接硬打嗎 這邊有賭一個 木牆所以村民不能過來打 這個細節系統還是做得很好 右邊走過來 再插一根 繼續控你黃金 那裡面沒有石頭的關係 所以這邊如果再被插一根劍塔起來會很難受 而且黃金也會被圍的話 完蛋了 這邊蓋城堡中心 這個劍塔沒有被發現 還行 右邊劍塔要建起來 黃金不能挖 現在西托有點難受 黃金沒有辦法正常獲取 然後這個再起來更難受 這邊劍塔起來了 但是城堡中心設的到還行 看到不看到維基人在這裡再補一個 這裡再補一根劍塔 阻止對方挖到驚慌就行了 這裡稍微修一下 頭車過來 OK 城堡師帶來了 頭車出一台 請城堡裁劍塔 這個劍塔可能要低掉了 抵一下 黃金這邊可以正常挖掘 西托有了安全的資源 終於有黃金了 西托這邊用頭石車慢慢開閘 後面修 後面有中央武兵跟工兵要過來 解這台頭石車 哎呀這個要是被解掉了會很傷啊 西托現在很窮 但是這邊完全解不掉 自己的工兵全部送光 哈哈哈哈 一台頭車砸掉了所有的軍隊 哇這個就是分數差距嘛 僵的還是老的啦 西托這邊頭車控的很好 而且在移動的時候 測退緩解 還有再往回頭 這邊維基人升到了城堡時代 一體下來一級法夢一級農 西托這邊村民42村 其實並沒有拉開太多的村民 因為農田剛剛稍微被控了一下 因為這裡沒辦法蓋農田 你要在後面蓋 途徒車過來繼續解建塔 喔這裡下了兩個馬就 該不會是要馬爆一波了 維健的城堡時代初期 馬爆其實蠻厲害的 看看他經濟很好 出馬的數量可以出的蠻多的 而且還可以開農 好果然是出騎士 這邊下了一個馬凱 然後 他會可能還要再補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嗎 還是直接馬爆開TC 我覺得馬爆開TC 對維基人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經濟來說維基人是很好 不然就是到前線插城堡 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插的 這個數量夠多 好這邊看一下交戰 三女招搶一下 招到一隻 不錯 騎士直接衝進去 先打頭車吧 頭車先砍 先砍掉頭子車 城堡蓋起來應該沒問題 這邊想要蓋城堡中心 應該也沒辦法 只能取消 好 維基人現在沒有石頭 要蓋城堡中心很困難 這根城堡沒有辦法 打到城堡中心有點可惜喔 但是待會再省一下 弓兵的 一級射 二級射 應該還是可以射得到的 這裡打算要怎麼做呢 到後方去挖木頭 我不是挖黃金 45號我就想要來這邊蓋一座城堡中心 偷大黃金 好 騎士繼續往裡面衝 唉唷 這邊打出一個洞來 吸托出現了防守失誤 哇 這一波進來農田全部透徹 經濟爆炸 沒有辦法正常種田了 偷金這裡有沒有意識到了 這邊只要點下一級射 城堡就可以進行輸出 這邊要不要回頭砍一下生侶呢 生侶在這邊抓包 上面這個直接收走 要抓裡面的那隻 這裡補下傷害 騎士打贏 這邊再收一下對方騎士 嘿 吸托這邊非常慘 村雲雖然是61吋 但很明顯他的各種資源都被壓制住了 這個石頭一直拿不回來是個問題 趕快 生侶要出來 招一下 能招到嗎 唉唷 招到了 哇 才招了幾下就招到了 這個就是RNG啊 這邊生侶的招響的判定 他是隨機的 並不是每一次都是固定時間 就可以招響到對手 有時候比較短 有時候比較長 那剛剛是一個超短的情況 哇 結果這邊騎士打輸 剩2滴 這邊騎士 數量還是蠻多的 一直有在出 好 那家裡終於快要用生侶 解決掉騎士暴的內亂 好 這邊還是有少量騎士在做騷擾 這維基人打的其實蠻厲害的 以他的分數來說 1800分 打成這樣子 很不容易耶 這難道是哪個誰的小號之類的嗎 這個判斷非常好 這個讓吸托這邊 非常痛苦 萬人伐木 這裡要是騎士衝進來 砍個一波 毀天滅地 直接可以原地投降 這邊按了一台衝車 開始拆除城堡外圍附近的建築物 萬人伐木就會卡住 卡在那邊不工作 這就是不太好的一個示範 好 大大人這邊補下了3TC 這座城堡中心瘋房輸出 一直在打對方的刺猴 這邊吸托是急需需要石頭 然後去蓋城堡反制 防守 這裡拖子車不敢出去 怕他出去就會被抓 所以放在家裡 這邊騎士應該要撤了 所以你都走過來了 好 那這塊金礦應該可以讓他火一陣子 但投石車卻沒有來砸這邊衝車有點意外 應該這邊可以砸得到彩隊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爆打木牆 這個木牆確實拖到了吸托的彩石頭的時間 好這兩個馬就非常煩 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去解 看要不要去圍一圍 把他圍起來 這邊達達人的生旅比較差一些些 沒有這個救贖思想 所以不能去直接把對方的馬就給招走 衝射一走在吹 好圍監人這邊家裡則是補下了3個城鎮中心 後方有個伐木場 經濟開始慢慢好轉 但是還是落後 非常多村民 大概是四村 這邊再招一下騎士招到 投車活了下來 這裡有一隻騎士衝進來直接置敵 這裡在該建塔繼續開稿 這個騎士可能要在這邊守一下 他村民可能會出來打架 要是出來打架的話騎士就上前了幫忙輸出 這個位置其實都放得還不錯 然後投車可以來砸了吧 砸一下沖車不錯的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投車一直不打沖車看了有點痛苦 是我的話一定會拉過去想要去砸一下 好打打這邊經濟開始慢慢好轉 這邊有石頭的話 先在這邊插一棟城堡 可能會好一些喔 這個位置 可以守石頭 還有這個城中心 金幻也可以守得住 這邊騎士 把招到騎士送到了維京家 讓他們直接騎士回鄉一下 看看他們的故鄉長什麼樣 哎呀 老鄉反叛啦 哎呀維京人這時候還沒有注意到 哎呀損失了一些村民 村民有點慘 現在目前的村民差距30村 維京看起來後期有點危險 這裡維京人果然補下一級射之後 把這個城中心給射掉了 好那這邊稍微使用劍塔反制一下 但只是一般六萬塔 這個防空劍塔還沒有點 防空劍塔需要很多肉 所以應該暫時不會去點 反正是會先補下城鎮中心 然後石頭要繼續挖喔 然後趕快去挖出一棟城堡 這現在是維京 這個打打人的目標 那有城堡之後 就可以稍微出一下雀血 來擋 或是剩下重裝場槍兵 剩 裡面的單位兵不多 所以維京有點偏到 打打這邊的 騎士繼續砍 這些騎士做到了蠻多事情 現在是75村對上110村 村民差距大約36村左右 有點多 這邊有稍微圍死 圍得還蠻快的 但是這邊村民又被抓了 哎呀 兩隻一樓在外面的村民 維京人經濟稍微被弄差了一些 西拓這邊直接農了上去 西拓打法這把有點像是我的玩法 就是那種直接開農上去的 神龍式做法 好 騎士 進行兵抖出來 但是沒有進攻打打 兩邊進行開農動作了 稍微加速一下是要好 欸 這邊怎麼突然殺進去了 啊 這裡有個洞 騎士殺進去殺了一波 哇 好舒服 哇 他忘記這邊在尾啦 這裡都是城堡的射程範圍啊 西拓這邊出現了防守失誤 大量村民直接逃難 村民下降到了只剩99村 還在繼續下降當中 完蛋了 頭車砸一發 全部殘血 哇 這個頭車非常關鍵 OK 兩隻騎士殘血的收下 好 頭車車 加沖車直接過來 村民處突然拉近的非常峻 82村對上94村 哇 這一沖竟然真的是 讓打打的經濟再次受到的重創 因為剛剛那邊村民太多了 剛剛萬人伐木就在那個地方了 好 這裡有四台沖車 頭車砸一下 然後先用騎士或頭車去反制一下 對方的頭車會比較好 這個可能要被招走 哇 果然被招掉 好 沖車直接給對手的頭車壓力 騎士帶過來直接解掉應該也沒問題 村民應該可以硬蓋這座城堡 死前再投一發 村民殘血 少女開始遭降 西拓這裡有點麻煩 趕快控一下村民去扁沖車 但是後方騎士太多 圍巾這邊直接很好的守住 自己的沖車的傷害 好 萱萱出來稍微擋一下 後方秀一下城堡 萱萱趕快按 中午有城堡 哇 這一波危機能打得非常漂亮 後方蓋下新的城堡中心 騎士也是跑到後方繼續輸出 萱萱稍微可以擋住這一波傷害 那這座城堡還是有點急急可危 後面還是有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在出沖車 硬頂這座城堡 圍巾這邊村民殘有點斷 8屬村對上9屬村 但村民殘已經相當拉近了 這邊還按了少量的圍巾狂戰士出來檔 那狂戰士現在對圍巾來說 是一個極戰力的單位 雖然沒有像劍兵勇士這麼強大 因為劍兵勇士可以到達10滴血 但圍巾狂戰士好像只有75滴還74滴血 血量比較少 而且也沒辦法吃到軟甲技術的關係 所以圍巾人現在很少再出圍巾狂戰士 狂戰士當然也是跑得比劍兵勇士快 但種種各種問題 基本素質的關係 所以當然很難變成正面扛線單位 那他去殺老或是追逐敵人單位的時候 是蠻好用的一個選擇 那三隻騎士再度繞到了圍巾家裡 看一下有沒有有利可圖 但這邊直接換掉兩座城中心海座城堡 已經相當划算了 但我蠻意外的 他這裡居然沒有按頭的車 出來擋 剛剛這邊按一台頭的車 應該是可以砸掉衝車的 可能現在吸頭有點 有點慌亂 換了正腳 這幾台通車已經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圍巾狂戰士也在追逐 神女沒辦法遭翔 要倒了 哇 歷史上野 歷史總是特別的相似 哇 西托這邊的城堂中心剩三座 三座都在這個區域 如果圍巾這時候再過來插一根堡 插到這個位置 或是把這個牆打破進來 在這邊再插一根 太難受了 西托變成游牧民主了 欸不對阿 打打板就是游牧民主 雖然後期的打打已經變成定居文明了 但他的早期還是游牧的 好像是從蒙古那邊支線出來的 這個文明 好 圍巾人在補下地獄絲帶 西托這邊支援完全沒有辦法上帝王 好 這裡終於用了自己的單位 解掉了衝撤的問題 好 這一根城堂中心可以補下來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再繼續補下支援 哇 這個 蓋城堂中心送綿羊 沒想到讓西托可以有效 發揮這個能力啦 繼續補下落量 後面這個路也可以稍微吃一下 三隻路 哇 這邊七奇逼 遭到了 好險 他第一時間沒有去砍 左邊這個地方 依舊是箭塔沒有來解 這應該也解不了 目前看起來 維京人還是勝率有點高 西托已經被逼到了角落 1800對上2500 這個下課上的一個打法 正式寶萃靈環寶 效果是蠻好的 然後剛剛用了大量的自爆兵 也是炸掉了城堡 那維京這邊轉出攻兵的話 打打會不太好打 因為如果打打要轉馬攻 或仇人騎兵的話 都很容易被這個 強弩給射爆 好 這邊長長兵過來 這邊直接蓋一座城堡 這座城堡能守住嗎 維京這時候補下了二級龍 但二級伐木還沒有點 好 稍微收吹一下 跑掉了 跑掉了 哎呀 全部收掉了 好 大大人這邊繼續補下更多城堡中心 5TC 開農 這時候帝王時代西托該怎麼打呢 還有一塊黃金在這裡 就要看要不要賭命去冒險 脫襪一下黃金 或是拉一隻生女 去照下這隻維京黃燈士 就是擋保鏢 這邊可以拉一圖村民去挖一下 哇 結果這邊開城堡中心又被抓包 但主要是因為這裡有哨戰的關係 那這邊的一舉一動 可能都被看在眼裡了 好 維健在這裡補下了強弩 還有三級色化學增兵技術 該補的都補了 待會要做的事情 就是點下維京黃燈士幫 那這裡趕快按巨頭趕快來拆就好 城堡開拆 好 這時候西托硬點到了帝王時代 看來西托還並沒有放棄 兩隻雀雀走得過來 倒了 彈倒雪好準 而且還有三級射 哇 中間直接六個射箭場 開始再出強弩了 好 中間收掉城堡喔 好 中間收掉城堡喔 好 槍龍走得過來 看一下要怎麼打 這個搭拉人應該是擋不住了 強弩巨頭開拆 我今天狂戰士幫還沒有點 這個科技其實 並不是這麼多人會去點 因為有點貴 OK 終於射掉了對方的城堡中心 兩個城堡中心爆掉之後 基本上從美濟房跑 西托這邊打出了巨局 經濟差距實在太大了 雖然肉量很多 但是沒有城堡可以出雀血喔 雖然出雀血的話 也擋不太住強弩的傷害 而且現在攻防都沒有剩的狀況 要再去伸出大量的戰毛兵 去擋強弩 才有辦法 但是強弩又遇到維京黃燈士 又沒有辦法擋 就遇到種種問題 打打這邊只能打出巨局 最後還是打不贏喔 這位1800番的玩家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維京這邊領先非常多 畢竟免費的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經濟一直都非常好 這邊打打則是到了38分鐘 才點下輪走技術 這個經濟差距非常遙遠 後期也沒有機會去點下自己的手推測 那我覺得這一把最關鍵的還是這棟城堡 還有他前期開稿的時候 還不忘去為對方支援 這個石頭光要開採 就已經花了5分鐘 去撿一些木槍 然後這兩個馬就一直在騷擾的關係 導致西托的經濟一直沒有辦法有起色 維京人這邊打得比較好就是前壓的部分 加利其實以片環武 如果西托這邊可以盡可能的往邊邊角落探的話 應該可以殺到一波 擊殺一波大碗的村民 但很可惜 剛剛西托一直瘋狂撞成人中心 還有撞到其他地方 對方也是尾得還不錯 剛剛 所以沒有造成太大傷害 維京人這邊經濟直接突飛猛技 升到帝永世代巨頭出來強奴 就可以直接收掉西托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